不在美國肯塔基州發生了一起離譜的槍殺事件 這名中年男子他因為不滿意 太太沒有照他的指示 肩蛋 居然為這個理由大發雷霆 還奮而行凶 還可以看到呢 這大批的員警抵達 把這凶案現場的團團包圍 在美國當地時間 星期六中午11點半左右 這中年男子呢 他說不滿太太幫他做的早餐 就蛋尖的不合他胃口 居然發生口角 這男子就拿出了獵槍射殺太太 女兒還有三名目擊者呢 這個男子呢 在行凶之後看到他舉槍自盡了 為了早餐這樣芝麻綠豆的小事 釀成六人死亡的悲劇 當然引起媒體的關注